王滕伟他是安事资讯的负责人 主要今天带来的主题是能源科专补助申请 专长是政策资源像是补助贷款投资奖项与标案 并且提供客户相关的趋势分析 像一些商业的策略资源整合 合计帮忙辅助企业争取政府的补助金额高达三亿元以上 再欢迎滕伟来介绍 各位大家好 我这边是安事资讯的负责人 我叫王滕伟 就如同刚刚主持人介绍的 我这边主要提供的是政策资源的服务更新 这边的政策资源的话 我这边把它分成五个类型 就是补助就是政策的补 政府的补助政策薪的贷款 然后投资像国发的投资 然后还有一些政府的奖项 或者是标案申请 那在这个就是另一种政策性工具的过程当中 去协助客户做一些可能像是产业分析 趋势分析或者是商业计划的这个协助 那提供这个服务大概也已经有13年的时间 所以目前累计就是帮助我的辅导企业 拿到的这个补助金累计大概差不多有3到4亿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成果的 对 那我们这边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说我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在讲所谓的这五种类型 那贷款的话其实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 像是一些刚创业的青年创业贷款 然后像过去这几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会有一些像是那种政策型的纾困贷款 然后像是中小企业贷款 或者是如果当公司要做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投资 或例如说海外投资 有所谓的什么海外信保基金 或者是说你可能想要就是建厂方 或者是说做一些比较大规模的 什么设备导入啊 研发投入啊等等的 那资金不够的情况下 那事实上政府是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 那种产业发展政策资金的贷款这样子 对 那投资的部分的话 大家比较常听到 可能就是我们讲所谓的国发基金 那只是国发基金它的那个fund base 就是资本结构比较大 那当然这几年因为新创公司的关系 所以像政府也有推出所谓的天使投资 或者是一些政策性的产业投资 那补助的话可能比较大部分的公司 多少都有听过 可能像是一些什么研发补助啊 或者是农委会的农业科专 或者是一些国贸局的海外市场的 这种相关的补助计划 那奖项的部分就是像我们讲什么 新创事业奖 国家盘石奖 然后创新发明奖 创新研究奖等等这一类的 那除了这四种类型以外 其他类的指的是说一些政策性的方案 像刚刚前面两位讲者提到的 不管你是说变更使用 或者是一些奖励 奖助条例等等的 那标案啊认证啊 人力资源这些 其实都有政府的影子在背后 所以我们其实本身都知道一件事情是 当我们只要设立公司的第一天 其实我们都是在跟政府打交道 那只是差别在于是说 我们跟政府打交道是主动的打交道 还是被动的等政府找上门 那一般我自己在从事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都会建议我的客户是 就算再怎么不请愿 你多少都得了解政府的游戏规则 是怎么设计的 那即便不去碰 但是当你了解的时候 就可以烧走很多弯路 或者是去了解说 我一个行产业在做的时候 有没有碰触到政府觉得不OK 或者是一些灰色地带的地方这样子 那事实上当我们在申请一些 政策性的资源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政府想看什么 其实政府没有想看什么 因为政府本身 他要面对的产业跟企业太多了 所以各位其实很常在一些新闻啊 报章媒体上听到有什么 所谓的产业公听会 那这种产业公听会 其实对于政府来讲 就是他要去了解说 这些相关行业 到底在他们目前这个产业发展上面 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有什么样的政策 或者是制度 可以协助他们去 让这个行业发展得更好 所以事实上很多时候 这种产业公听会 出席的代表 他本身就是 他可能是被政府所记住的 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 业界大佬等等之类的 那他在这个公听会上 或者是一些研讨会上 他就比较有一个发言权利 那其实讲现实的 因为人都是有私心 所以当这些企业代表 在出席的时候 即便他再怎么去强调 这个产业的问题 或者是要改善的大方向 但再怎么说 也都会稍微的去带到 对自己所经营的事业 尽可能有利的方向去进行 所以最近当然比较显著的 一定是这两年 不动产相关的部分 那大家就会看到说 那些不动产的业界代表 工会也好 或者是那些大老板 他们都会去提到一些说 可能政府在一些打房的措施 怎么样的 要尽可能的去缓和一点 那一定都是以自己公司经营的角度 或者是产业 比较不要有受伤的角度去提 然后去刺激政府 去做这方面的一个优化跟修改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告诉公司说 当你在申请一些政策性资源的时候 到底这个钱 或者是这个资源 对公司有什么帮助 坦白说 钱只是一个去验证公司 要做的事情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或者是帮助公司减少你那个 就是投入的无畏成本的一种手段跟方法 那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在于说 我今天透过一些政策性的资源的投入 让我在本来要发展的一个标的上面 尽可能的少走一点弯路 或者是降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就是无畏的成本耗损 简单讲就是说趋吉避凶 降低风险 其实是政策资源的一个核心精神 所以如果今天在申请的角度来说 有些公司觉得说 我今天拿政府補助是为了赚补助的钱 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补助它其实就是一种核销的概念 就我花多少钱 然后政府就补助一定的比例 对 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帮助公司 尽可能的去降低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成本 所以有些公司就会问到说 那我在申请政府的资源 或政府工作的时候 有什么要先做一些基本的了解 一般来讲我们会跟公司讲三个基础的问题 第一个是因为申请补助 它其实全名叫做专案补助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有时间性 有目的性的一种计划的申请 它不太可能就是说 我今天申请一笔补助以后 政府例如说我今天跟政府申请了一个500万的补助 然后我就每年都可以跟政府拿500万 不是它是我今天可能要做一个 例如说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分享是能源科专 可能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太阳能的一个新的技术的研发 那这个研发我可能预计要花8个月或12个月 好 那我在这12个月里面我预计做这个研发的时候 我可能研发人员投入要投入几个人 设备的采购材料的采购大概会花多少钱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外包合作的项目 这个部分可能会花多少钱 好 然后这样加起来 那加起来以后 这个的预算假设是800万 那我就会拿这个800万跟政府提 跟能源局提说 我哪算要去做一个太阳能的一个新技术的研发 然后预计投入的资金是800万 然后当我投入这个800万做这个技术的时候 如果你政府补助我400万 就是至少400万的话 那我就认为我在8个月之后 这个技术可以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给你政府来验收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也就是说 他其实在一个研发的方向 或者是一个专案的方向 是一个很明确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投入的资金计算出来 让政府买单也接受 那政府就会同意说 他可能就会评估说 你说你这个东西你要投入800万 可是我觉得你可能你的材料好像有点福报 或者是说我觉得你的人不用那么多 那他可能象征性的砍几砍一个比例 那可能最后就是说 好你跟我申请800万的投入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愿意补助你可能300万 那剩下的500万就是你花了就花了 那对于政府来讲就是说 好那我补助你300万 8个月之后我看一下 你在这个技术上面做出来的成果是怎么样 那这个成果政府并不会把它占回机油 他只是想要了解说 这笔补助款给你 你是不是真的有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 就是白话一点讲 就是他认为你并没有浪费这个纳税人的钱 那他们觉得这样子就OK了 就结案了 那第二个就是公司的实收资本额 跟你的营收状况 那这个就很现实 就是一间公司如果一直都没有在赚 就一直都没有收入 或者是他的收入非常非常低 那对于政府来讲 他就会认为说 你公司自己都活不下去了 你还一天到晚来跟我提一些计划 要我补助你 这感觉很奇怪 那资本额太低也很怪 其实这个跟标案很像 就是你公司的资本额太低 你就不可能拿到很高额的标案的执行经费 那资本额也一样 如果你今天的资本额只有100万 然后你跟政府讲说 我想要申请一个800万的经费 然后拿400万的补助款 那政府就会觉得说 你资本额那么低 我给你那么高的补助金 我会有点怕怕的 所以政府他在给补助款的结构上 一般而言都不会给超过公司 实收资本额的补助款 对 那第三个我们会请公司要自我检合的 就是说 我在投入一个专案计划的过程当中 那个我投入这个计划里面 它的一个可以参与的人力有多少 就是如果我今天在做一个研发计划 或者是一个技术开发计划的时候 你今天跟政府说 我今天要拿800万的资金 然后政府一看说 你整个计划的人力只有五个人 那他就会强烈质疑说 那你到底 因为如果我们讲现实的 以工程师来讲 平均月薪 大概我们抓个五六万 我们算六万好了 五六三十一个月也就30万 那你计划时间十个月 那你人是会顶多也就是花300万 那你剩下来500万 你到底是用在哪边 所以对政府来讲 他们就认为说你今天如果投入的人力 跟你在这个计划的预算比例上太过悬殊 那他们也会认为说 你没有办法支出那么庞大的金额 所以他们也会做一个比例的调整 或者是打个折扣这样子 对 好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能源科专计划 那能源科专计划的话 其实它本质上就是鼓励 就是台湾 就是我国的一个能源发展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专案计划 那这边相关的一个专案计划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从这个官方资讯里面 从102年到111年 也就是将近过去这10年的时间里面的话 其实它的补助金额 这边的单位其实都是千元 单位是千元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说 这个只有什么35万或者是27万 感觉很少 没有 它这边单位是千元 所以就是3亿5000多万 或者是这边4亿8000多万 然后补助 像例如说以前一年度 以去年来讲 去年来说的话就是申请的厂商在通过的时候 就是去年的话是35件申请 然后通过了13件 然后通过13件里面的话 13件他们整个计划总投入的经费 是4亿8000多万 然后政府补助是1亿8000多万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其实102年 其实算是能源科专刚出来的一个新年度 所以大部分政府计划有个特性 是新出来的计划 为了要做我们讲说所谓的政绩或者是绩效 所以一般来讲通过率都会相对来讲高比较多 但是之后的话 他们都会回到一个正常的水位 那如果以过去几年来说的话 它平均的通过率大约是在4成上下 其实4成在政府计划的通过核准率 算是非常高了 因为更多时候的像一些 大家听过的什么SBR计划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那个CITD的计划 它其实通过率更低 它大概通过率大概会是落在两成上下 所以能源科专它平均来讲 它的通过率已经是其他类型计划的一倍了 那这种计划它比较特别的点就是它是随到随省 就是它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申请 然后它什么时间收件截止 它这个计划是全年 你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你想说我要4月申请或者是我想要8月申请都可以 它其实是随时都可以开放让公司来提出来的 那他们在这个计划里面的话 他们几个硬性规定 就是第一个是我最高补助你的补助上限是50% 也就是像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 如果你今天提一个800万的总经费 那政府最多补助你50% 也就是最多补助你400万 那执行期间是三年 那三年是一个最 也就是36个月 36个月一般来讲是大型计划的一个最大上限 对 那一般平均我们大概小规模的计划 我们所谓的小规模是指说 计划总经费在1000万以下的案子 平均大概是落在10到12个月 这是小规模的 那你如果整个计划的总经费会高达 就是2000万以上的话 那大概会落在12到18个月 那这个时间长度 看每个想要申请的公司 自己的评估来认定 那从能源客专计划来讲的话 以今年来说 今年的能源局 他们所鼓励的类别是 创能 节能 除能跟系统整合 那创能的项目就是指说 太阳能 风力发电 生殖能源 低热发电 海洋能源 或者是消水力发电 这几种相关的题目 那这种题目可能是 例如说太阳能的发电技术的改进 或者是优化 那可能也包含像风力发电 生殖能源这些相关的发电技术 这个部分 那节能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像我们讲 就是说 因为尤其最近这几年 我们讲所谓的环保 或ESG这个议题 所以可能有一些对于政府来讲 他们就鼓励就是说 有些企业投入 我们讲所谓的节能的 节能环保这个部分的 一个技术相关的研发 不管你是说工业的节能 住商的节能 或者是我们讲冷通空调 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他们所鼓励的题目 那除能的话就是 因为尤其这几年 因为电动车产业的一个发展 所以能源局 他们也是鼓励 我们讲所谓的能源储存相关的技术 不管你是走设备的概念 还是走我们讲所谓的系统化 就是系统的一个除能的概念 都是他们鼓励的面向 那再来很多公司会说 那假设我前面的这三个人都没有 我是属于比较偏系统商或资讯商的角色 我能不能申请 也是有 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系统整合商 我可能是做 可能像是我们讲所谓的智能加电 像我们讲过去 讲智能加电可能是例如说 一只手机可以去控制 整个家里的电器 或者是所谓的能源设备的一个开关 或者是节能的一个状态 这种系统整合的部分 那智慧电网或者是资通讯等等这个部分 都是他们愿意去补助或者是鼓励的一个范围 对 那因为今天在谈的题目 就是在于说一个土地的能源的再利用 或者是一个升级 所以我们除了前面提到的能源科专以外 也另外跟各位分享几个 就是从公司的角度 或者是说从一个区域的角度来说 可以挑战或者是可以尝试的补助主题 那第一个可能就是国发会其实非常鼓励的SBT 叫做地方创生计划 那这边的地方创生计划 它分成就是单一企业的申请 或者是扩大 就有点像是一个商圈计划的概念 例如说我要做中立商圈的一个地方创生的升级 或者是一个城乡发展的一个升级 类似这种题目 那这种地方创生计划的话 单一企业就很单纯就是单一公司 我这间公司只要有工商登记 然后有正常的一个相关的业务 我就可以来申请 那B类这种计划 我们会俗称叫做联合计划 那联合计划的话 基本上是要三家以上的企业 那这边指的是最高可以补助的上限 所以假设以A来讲 我们要拿150万的补助款 整个计划的总经费就要提300万 那如果以B类来讲 整个计划350万的补助款 那总经费就会是700万 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说 土地的就是农地的一个 就是变更或者是利用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拉回来讲 如果假设我今天农地还没变更 那农地本身或者是农业本身 有没有一些补助计划能申请 它其实会有一个对应农委会的 我们叫做所谓的农业科专 它是可以申请的 那农业科专的话 它其实鼓励的就是说 其实白话一点讲就是农业升级 不管是农业技术的改良升级 农产品的推广 或者是我们讲所谓的农业的跨界合作 这些其实都是算 他们农业科专计划会鼓励或者是支持的一个范围 那农业科专计划其实大部分公司会想申请 一定是从研究开发以后 因为先期研究太短了 它就是30万 不过这个阶段 它大概整个计划的时间长度 也差不多是三个月 那研究开发就是一个 真正进入一个技术开发 或服务开发的一个提案的level 那补助的上限就是500万 那更不用讲联合申请 它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加乘以500万 最高就是总上限5000万 你就把它想起来 最多就是十家来联合提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再来的话就是 有些公司会觉得说 我今天的服务或者是我的业务 可能也会要做外销 那外销的话呢 我们也有像是经济部国贸局的 这个所谓的补助业界开发 国际市场计划 那这个计划它不是随到随省 它就是有固定的时间 那大概是每年的6到8月 那这个部分就是 这个部分要讲几个基本的认知 就是纯电商的没办法申请 国贸局这个案子 他们是比较鼓励正贸 也就是你得报关 然后要就是最好在你的那个目标国家 要有可能像是经销店 代理商经销商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会在当地 就是海外当地的那个目标市场 举办一些像是实体活动 或者是行销曝光 这个才是他们的一个补助范围 好 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所谓的智慧城乡计划 那这个案子其实它不是每年都有 因为这个就要看政府的预算 会不会推这种计划出来 然后后面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一些小规模的补助案 可能像是SBIR的计划 然后还有像是传统产业技术开发计划 那刚刚前面提到SBIR是随到随省 那这个传统产业的话是一年两个梯次 那今年的第一梯次目前还没公告 有可能在这个月底或者是下个月会公告 那它是鼓励传统制造业 也就是你有工厂登基证 或者是你的业务会帮助传统制造业升级转型的 都是符合这个计划的一个申请范围 对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先做一些 简单的那个计划的一个介绍 然后还有一个分享 那如果各位还有一些更进一步想要了解的部分 都欢迎就是 不管是等一下或者是会后 可以就是提问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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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